小太太 你開始了 回到第二節的動漫廢物 今天講的題目是 小太太太一個人生活 剛才簡單介紹了 故事設定 背景人物 我們看上一次也有提過 當中最重點的 就是他透過小太太太 一些奇怪的行為 或舉止 帶出了他很悲慘的過去 的一些事情 接下來這一節我們都 可以討論一下 大家記得的話我們最初就說 小太太剛搬進清水公寓的時候 就會去拜訪每個新鄰居 他拜訪的時候就會送一份禮物 那份禮物就是一盒高級的紙巾 因為我自己看的時候 開頭我就以為難道日本人喜歡這樣 我又不知道所以沒有特別留意 到後來知道了 然後就覺得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小太剛會送高級紙巾給鄰居呢 還有後期 浪漫家 他也有一次指責 小太剛 為什麼你買這麼 你用就不用高級紙巾 不用這麼貴的紙巾 就指責過他 覺得煩過他 那後來就發覺 透過第三者 因為真的不怕是律師 說給他知道的 律師的所長說給他知道的 動畫我忘記了是不是 說給他自己的原因就是 因為小太剛那時候 小時候可能 有一段時間很窮 沒有東西吃 唯有去吃紙巾 而高級的紙巾 相對普通的紙巾 是比較甜的 我證實不了給大家知道 因為我沒有吃過紙巾 所以我們都沒有吃過高級紙巾 所以我就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根據他的說法就是這樣 人家就會引發到 原來小太剛曾經有一段時間 是因為餓到一個地步 是需要吃紙巾 然後他可以從而發現 我原來高級紙巾是比較好吃的 那他就會覺得 我會送一些比較好的東西 給我身邊的人 令他對他開心 這就是他送高級紙巾的原因 而家裡為什麼會用高級紙巾呢 就是他很怕有一天 如果自己又回到當日很貧窮的時候 隨時有得吃 他就總是一些甜的紙巾 而不是一些沒有味的紙巾 那現在聽起來好像很好笑 但是其實背後的那件事是 你想一會 你就會覺得很可憐 還有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 因為我最初看到他 終於解釋為什麼買高級紙巾 我是覺得很震撼 即是 吃紙巾 我沒有想像到 即是日本國家都不窮 即是我想像不到 有人會在日本需要捱我 都要吃紙巾 對於我來說是很衝擊的 所以我是很深刻印象 他買高級紙巾的原因 他那時候應該不是因為窮而捱我 但沒有人照顧他 沒有人照顧他 在家裡什麼東西都沒有 他唯有只可以吃紙巾 窮窮都是一個環境 但是 要吃紙巾 我這麼大人都沒有聽過 人要吃紙巾去衝擊 對我來說是很震撼 所以我特別記得這個故事 我覺得他的孤寂是很沉重 尤其是因為他畢竟是一個小孩子 我猜用小孩子來做主角 可以更加帶出這樣的氣氛 好像剛才阿樂這樣說 其實那個沉重的味道很令人震驚 你那種孤寂是孤寂到要吃紙巾 但是我覺得除此之外 他呈現他的孤寂一次令我很深刻 吃紙巾的故事到最後我看到眼濕濕的 另外有個故事就是我看到有一種釋放的感覺 但是都呈現那種孤寂的是什麼 就是說他煮飯那一幕 那他煮飯呢 平時一個人煮菜是煮到大排延殖的 然後有一次就說不如邀請隔離鄰舍 來一起吃一頓飯 類似housewarming那樣 我沒有記錯的話 那於是手藝症的糟糕 他平時因為馬馬家很難忘 所以就變了會需要只吃杯麵 或者吃一些即食的東西 微波的東西 那於是他知道小太郎會煮得那麼好 想著這次很棒 這次發達 誰不知當守野俊、美月和田園他們上來的時候 原來吃粗茶淡飯是很頭皮 他吃那個樣子就灰到混蛋 但是你看到他背後的理由是什麼 就是一個人吃就唯有煮好一點 令到自己沒有那麼寂寞 但是當有一班人一起吃的話 其實吃什麼都不要緊 是啊 能夠有人陪 能夠有人陪才是最重要的食飯的元素 那裏應該就不是housewarming來的 應該是他們見到小太郎煮東西 煮那麼多 然後就各自見到都覺得 哇好棒喔 我都想吃小太郎煮的東西 然後就焗小太郎說 不如我們就一起去小太郎家 然後就叫他煮飯給他吃 所以大家都期待他可以吃那些好的東西 結果最後小太郎就是煮了一道菜 就不知道什麼炒牛肉還是什麼 就好像剛才說 平時他煮那麼多菜 就是覺得整個畫面比較熱鬧 好像很多人跟他在一起 而且他會跟菜式聊天 他會跟菜式改名字 然後才吃 到最後真的有真人跟他一起吃的時候 他就覺得不需要煮那麼多菜 因為已經不需要熱鬧的效果 如果真的有人陪了 他就可以煮一道菜 還有煮一道菜 最大的原因就是 他可以多一點時間 和大家會互相聊天 就不是只在那裡吃 那你見到那個背後就是 他很怕 其實他是一個很怕孤獨 但是不過 一直都不說 被人自然之後 在呈強的一個小朋友 嗯 是啊 這一段 其實他背後展現那種寂寞 是很深刻的 不過因為能夠在最後看到他們一幫人一起吃飯 很開心 那一集其實是比較釋懷一些 我反而自己最深印象是 是他有一次不是在街上叫人派氣球呢 他不是不停地走去拿 不停地走去拿 那我最初都沒有遺疑 都可能他喜歡 也想拿多幾個 那後來知道他拿著氣球 拿來做什麼 就發覺原來他在上面滑倒的 眼口鼻啊 在扮一家人 然後就綁在搖搖板上 然後就 好像自己和一群人一起玩 他模擬 那一刻突然很觸動 都覺得 他那種表達出來的 那種孤獨感呢 或者學球有人陪 那種感覺呢 很強烈啊 因為你就說 就算你說剛才煮菜 那可能因為我自己習慣了 一個人住很多年 我常常都自己煮菜 一個人自己家裡吃 我都沒有感覺到很大孤獨的感覺 但是我就想 就算我覺得自己很悶 我都不會悶到一個地步 就是我無疑 放了幾個氣球在前面 然後當有班人陪著我 聊天和我玩 就是我還未去到那個極致 而小頭還未去到那個極致 那你就覺得 他其實是一個很想人 有人去跟他玩 有人去關心他 可以跟他在一起的一個小朋友 但是 他一直都不表達出來 只有他自己 一個人的時候 他無意中才會透露到 他內心的一些感受 所以這一幕 其實是很觸動到我 在整套裡面 反而最深刻的是這一幕 對 你會看見他 嘩 真的 是不是這麼慘 他的作者都很虐待 小太郎 我一邊看一邊覺得 他經歷的事情 是 應該是 不應該是小朋友經歷的 他的孤寂 寂寞 是啊 你說 你媽媽 四歲 你要經歷到 什麼程度 你才會去到 那種孤獨感 才會去到 這麼高的位置 甚至你說 一個大人 可能你 出去做事很多年 可能 一單身 自己處理 一個人生活了很多年 你可能 某程度 都會覺得很孤獨 但是 很少會去到 我們現在看到小太郎 那種的感覺 很誇張 還是大人 去到某程度 已經開始麻木了呢 我分不了 但是 至少我自己沒有 感受到 這麼深的孤獨 你要想清楚的是 因為你作為一個成人 是你選擇一個人主 哦 他是被迫的 他是沒得選擇的 沒得選擇 而被迫要這樣做 才是最落幕的 還有最孤值的時間 我自己搬出去 一個人住 然後跟你說 我的孤值 那是你自己按鈎的選擇 杜葉浩志說 《公園氣鷹》那一集很棒 我一時之間想不到 那一集 《公園氣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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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人版 好像長一點 那我就幫忙去找 找個BB 不是 找媽媽 找媽媽 一路大叫 有沒有人認識這個BB 一主角群在推著車 有沒有人認識這個BB 有個媽媽 其實是想拋棄她的小朋友 剛巧 臨到離開的時候 就聽到小太郎的聲音 就回頭 回來接她的BB仔 我其實覺得這裡也挺深刻的 就是 由一個小孩子 幼稚園小學生 年紀的小朋友 去幫另一個小朋友 找回自己的媽媽 因為 你看到那裡 你知道了 小太郎 某程度都是被人拋棄的 但她沒有 很堅強 即是她可以在 被拋棄裡面 仍然 沒有去埋怨媽媽 仍然相信她的媽媽 在某處都是 關愛她 等著她 對 等著她 而你看到她 是抱著一個希望 但觀眾是知道她被人拋棄了 所以那個衝擊是很大的 我那一集反而沒有很大的感覺 說真的 不知為何 她觸碰不到我 對 因為她說話本身也很短 其實那段話真的不說也很短 真的不說也很短 五分鐘左右 不過我覺得她 你會看到一個 過去那麼慘的人 但她竟然說又那麼強 希望是 是挺感動的 那個畫面 雖然她不是很刻意很善情 她是一個很輕輕的大過 但是 你想一想 會覺得 又是真的 令你會有些思考 那個情緒 這一幕其實 可以跟她 她有轉 跟朋友仔離家出走的幕 放在一起 因為那個就是 她有轉朋友仔 突然一天跟她說 我離家出走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我家裡很煩 每天限制我只可以用150元來用錢 然後又說 不讓我怎樣怎樣怎樣 不讓我做這樣 然後問小棠 你家裡會不會這樣 小棠說我家裡沒有這些東西 沒有門禁的 沒有門禁的 喜歡用多少錢就是多少錢 喜歡怎樣就怎樣 然後 朋友仔就很羨慕她 然後 後來 兩個人家出走 叫她陪她 然後去小棠的家 然後才發現 小棠的家 是什麼都沒有 是沒有人管她 根本沒有人 不是沒有規矩 是沒有人 最後就是 朋友仔終於覺得 我還是回家 還是太晚了 我還是回家 我媽媽擔心我 然後就去引發 看到小棠 小棠 有一個人 他很怨現在自己 身邊擁有的東西 然後你就不停怨 那裡不好 那裡不好 但是 其實你身邊有另一個人 就是 你覺得不好的東西 其實他很恨 擁有那些東西 很恨有個人 去囉嗦他 去管他 去有空罵他 那 那個反差都很大 所以 挺有趣的 去到《真人版》 有一幕就說 媽媽擔心 就是剛才所說 就是去罵小棠 去囉嗦他 他說 好心你 為何要買這麼貴紙巾 為何要訂這麼多份報紙 這樣那樣 然後就去囉嗦他 其實 他的嘴巴都覺得 你不要煩 關你什麼事 但他內心其實很開心 有人罵我 他是很開心的 做了一個 我是深刻的 我覺得無論是《真人版》 或者《動畫版》 都是做得好的 就是阿美瑜搬走的故事 因為去到中段的時候 阿美瑜 他的男朋友 就找回他 就問他拿錢 那 《真人版》 還有現身 某些打他 這樣的情節 那 美瑜 就說回小太郎 和漫畫家 聽說 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但當時 美瑜和一群鄰居 其實感情已經很好 整個清水公寓 已經有個很好的群居氣氛 大家都很融洽 還有小鷹狼 本身 他自己很孤獨 也很渴望 有人陪他 但是 阿美瑜 面對這些問題 他那個 瘋狂的恐怖情人 來到他公寓 去打他 問他拿錢的時候 他就面對一個困難 究竟搬不搬走 究竟有沒有事 可以解決這個危機 其實我覺得這個 劇情表現不錯 因為 在這個故事裏面 小太郎 沒有說 不如美瑜你報警 然後抓了他 就解決這件事 他反而是 鼓勵美瑜 不如你搬走 離開這個公寓 就算 雖然我本身的心 很渴望你留在這裏 但是為了你的安全 為了你日後的日子 你搬走 對於你來說 是最好的 我覺得是一個很堅強的表現 也是一個很成熟 成長的人的表現 我覺得是很驚訝 他當時 你知道小太郎 是一個幼稚軟生的時候 這個 反而我有一點點不同的看法 就是 他的表現不是因為他成熟 他的表現是來自他的陰影 因為他經歷過類似的事情 第一 他不贊成報警 因為他知道美瑜 就算 跟男朋友搞成這樣 但男朋友始終 曾經都是他愛過 或者喜歡過的人 他不想 因為報警的緣故 就會 只要一報警 他男朋友就會成為一個壞人 就好像當日 他找一些大人 去報警 抓他爸爸 他一直覺得 是因為他自己報警 找了警察 然後令到 爸爸成為了 做了壞人 如果他當日不是這樣做的話 基本上爸爸就不會成為一個壞人 所以他有內疚感 所以他覺得 如果你現在報警 你愛的人就會變成壞人 因為他有這樣的經歷 他覺得 只要他這樣做 一定就會這樣 他有這樣的陰影 另外就是 如果你 與其是這樣 你就走 不要讓他找到你 其實跟他現在逃避爸爸 不讓爸爸找到 一模一樣 所以他的所有行為 和建議 其實都出自 他自己的一些經歷和陰影 所以我覺得 還有一個位置 他經歷過這些事情 但他沒有自怨自艾 反而小太郎 會在這些 這麼不幸的事情上學習 所以我覺得 他是很成熟 還有 很陸跡 其實小太郎 整套事情 他遇到很多 很不好的事情 但他全部都是很正面 他面對心話 如果不是 他根本就走不下去 說真的 他很多事情都很正面 另外一個 我只是想說 就是他買 訂報紙那個 那個 那天是 初初完全不知道 什麼事的 以為好像大家 最初的劇情所說 你是不是reject不到 別人叫你訂 因為他 買了這些報紙 他現在都訂了 五份報紙 好像五至六份報紙 然後每天塞到外面 滿了 因為他有個習慣 每天都會讀報紙 我以為他是想 讀多些報紙 最錯 沒有特別的回憶 到後來 開估才知道 原來小太郎 他自己解釋 為什麼可以訂了 那個報紙 是因為我這樣訂 我每 不夠兩三天 如果我不拿報紙 那些報紙 就會塞滿了我門口 如果我有什麼事 死了 就是在家裡出事 或是暈倒在家裡 都會有人發現 沒有人知道我出事 原因是因為這樣 其實不像老人家的平安中一樣 那你就會覺得 一個四歲的小朋友 會擔心這樣的事 那他背後究竟經歷了什麼 正常一個四歲的小朋友 應該是 沒有啊 想什麼 想一下今天要做什麼 去哪裡玩 吃什麼 你怎麼會想到這些問題 這些問題 說真的就算沒有四歲 二十歲也不會想到這些問題 你怎麼會想到自己 如果家裡死了 我要做什麼 你完全不會去想 第二十歲才會想到 那你就會去反思 他背後其實經歷過什麼 為什麼他會這麼擔心自己 有一天無端端 死了都沒有人知道 還有他這個處理方法 很誇張 即是他將自己的安危 交給一個陌生人去看顧 即是他 你會幻想一個人去到 多麼孤獨 或者他身邊多麼沒有人 才會給自己的安危 去寄託一個陌生人 可能會留意到的情況 即是他可能派報紙 那個人 求求旗 那個等份 或者是塞滿了 放在地下 走去 是會有這樣的可能 但是他的心就是想 我塞滿了 那個人派不到報紙 就可能會進來敲門 問我什麼事 就是寄望在這些可能性裡面 你會感覺到個人是 多麼孤獨 多麼絕望 才會去期盼這些事情 所以我也挺心痛的 還有這個方法 是 嘩 我想不到有這樣的方法 他很多的 你很盡力說 你看到他的成熟 是跟年紀不相稱的 是啊 所以 譬如 我有 其實有一系列的故事 不包括 不包括 我只限一個的 就是 講關於他怎麼接待 帶錢來給他那個 律師行的職員 有兩三個故事 是大約說這些事情的 包括他 每一次來到 都會 好好地表演 給錢 招待來的那個人 就是給錢給他那個人 以及 他 雖然有一幕很搞笑 說到他 他要 搞到那個 旅職員 除了那件衣服 到首野進 仆街 你們兩個在搞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喝了酒 但是 什麼 因為喝了酒 是啊 然後你會發覺 其實 原來他到最後就是告訴你 因為要好好地搭借 捐錢給他那個助養人 而 Richard大家 就是 讀者 因為他又不想 那個助養人 就是你當好像長隊叔叔 那樣 在小太郎的角度 就是 你又不告訴我你是誰 我又永遠都 我又見不到你 唯一的方法就是 好好地去 招待這個人 並且 希望 每一次來 一個周記 他每天都會寫一日記 告訴他 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令到你 知道 捐錢給你那個人知道 原來 我是過得都還OK的 你不用擔心 我很感激你這樣對我 然後 所有的觀眾看這些故事 是知道 其實那個就是媽媽 其實他是不會知道的 那 我其實每一次看到這些 就是 和生離死別有些關係的故事 我個人就特別感觸的 所以 你會看到 在這些故事裡面 雖然很瘋狂 但是 他想到很周到 你看到他想到很周到 我看不到你 我就用這種轉折的方法 去告訴你 其實我過得很好 是啊 另外有一段 就是說 小林律師帶他去看樓 其實就是看他以前住的那間屋 其實看起來好像很普通 但是 你留意一下 最初人家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無緣無故說 他帶他看樓 他不斷搬 你不知道做什麼 你看看看 後來才知道 原來外國的那間屋 你會看到 小唐狼去看樓之後 在這間屋 發現了很多地方 是 他特別會比較關注 留意 或者眼睛 或者看著 大家開頭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後來才知道 原來這間屋 就是當日 小唐狼和他父母住的那間屋 那你就會知道 那 你會知道 第一 小林律師的用心 希望他都 雖然回不到他以前 但是都被他懷念一下 第二 你就會看到 之前有那間屋 為什麼小唐狼 看一間屋 看一間屋 就會有這麼奇怪的反應 原來就是這個原因 這些位置 你都會有些軟識 令到你個人看的時候 他這套 很多時候就是 你開頭看他每一集 可能前半 你會看到他 有些比較溫馨 或者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 有這麼奇怪的反應 你以為是搞笑片 但最後就會開鼓 因為你以為你還沒看到 外女的反應 背後是一個很悲慘的原因 或者很不開心的原因 令到你本身 令到你個人變得輕輕鬆鬆 突然間就會沉一沉 每一集都像那單車 就像在上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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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的那下下下下上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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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mint 的感覺 但是我會彈一下他 這個改變 這個Pattern だ於我來說 都頗糟比較溫 我可以說 我覺得很重複 在十集的動畫中 而且一直看下去就會覺得不停賣慘 究竟小太郎有沒有開心過呢? 為什麼會這樣對? 有笑過一次 我覺得太少了 而且壓抑你看那麼久 可能連著看會覺得很辛苦 而且不停看下去會覺得很煙悶 如果他開心一點會好一點 好像日劇版一樣 我也不同意 他有他重複的地方 但是因為只是十集三十個故事 其實他重複的次數不多 而且有些東西即使重複都好 都不會令到你覺得 因為他的沉重是令到你再感受多一次 不會因為這樣而覺得悶 我看這套東西 我是沒有辦法一次過看很多集的 因為每一個故事 大部分都很悲 有些故事可能沒有那麼灰 或者可能他跟他幼稚園園有的時候 可能有些故事會OK一些的 但是三十個故事裡面 我未必每一個都很深刻 好像杜葉浩志那樣 很多故事都很深刻 但是每一個故事都很觸碰 令到我會覺得好看 我自己跟你差不多 我都沒有辦法一次過這樣看完 不是覺得他悶 是情感上 裝不了那麼多東西 我要分段地消化他 背後帶出那些套東西 但是你說 回應羅何天所說很悶 重複的東西 其實他不是很重複的 因為他後期慢慢你 雖然他的模式都是和我剛才所說的 過山車的差不多 但是你會慢慢從不同的故事 一直發展下去 你看到小太郎的心境是 開始小小小小小小的開始鬆 開始沒有最初的時候 那麼隱藏自己 然後用一個很成熟的大人 將軍華的一些表現去掩飾了 其實他裡面很多悲傷 不想承認自己是小朋友弱者 等等 他慢慢開始後期 越來開始鬆一點 那你就會看到 透過這些事情 和他遇到的人的相處 這個小朋友是慢慢開始好 那你就反而 當你投入了對小太郎的感情 和你認同了 他其實真的很慘 我都想他好一點 那你會慢慢覺得 他開始有好轉 我想他多看一看 他什麼時候可以 在這個陰暗的回憶裡面 可以走出來 反而我是期待 想看多一點他的故事 所以我覺得十集太少了 所以他有第二季的 他好像說了第二季的 很多人都會 我都預計他會有 因為他整個故事 很多東西都沒有拆開 是啊 所以你看到真人版會知道更多 真人版有些故事 但是有人說真人版的演員 做不到動畫的那種 那種反差 尤其是因為小太郎 在動畫是特別可愛的 尤其是加上配音 但是我最初是真的這樣想的 不知道我有沒有跟你提過 還是怎樣 我第一次看完動畫 然後知道要做這集 然後我就說 不如也看《真人版》 來陣子也是做小比較的 然後就開了看了一集《真人版》 覺得很悶 也不是那回事 就是這樣 但是為了做節目 所以我就想 最少都捱多幾集 至少知多些星人比較 但是我看更多的時候 就開始慢慢覺得 不是那件事 雖然 真人版的小朋友 是表達不到 好像動畫版那種可愛 但是他做到 故事裡面 小太郎那種 要強忍扮大人 那種掩飾悲哀的感覺 多於是動畫版 因為動畫版太可愛了 反而他多 看完真人版 會覺得動畫版的可愛多 如果表達人 反而我反而覺得 真人版是可愛的 就是可能他本身 紅星那個樣子 他同性做得不錯 我覺得 還有因為真人版 可能真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人緣故 他的表情比較多 可以表達多些 和動畫你 你畫出來 始終可以表達的東西 相對是少一些 所以我後期反而喜歡 真人版多於動畫版 還有真人版本身有 我都蠻喜歡的演員 辛賴聖狗 和三本母鄉 我都看了大半 但我還是覺得 這份的處理是好 但始終那個圖案 都沒什麼改變 但我欣賞他 他又深化了 某些情節 令到你的情緒可以更多 還有他這季的結尾 好像是BVQ結尾 是好的結尾 那是圓滿一些的 我還沒看到 我先說不及了 我看到 終於第七項 以我所知 美香是搬回來的 有個大權圓結局 這樣 整個故事很完整 我覺得唯一 在我心目中 最正面的故事是什麼呢 最正面的故事就是 他去 替守夜俊 因為守夜俊好像病了 去不了出版社 跟他聊一聊 因為編輯大人是很糟糕的 他就直接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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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這樣冷笑 因為沒有表情 然後帶他去 帶他去編輯部看 看到很多將軍大人的公仔 你看到 那一刻就 對 那一刻他就是一個四歲的弟弟 好像是他自己的編輯部 幫他交東西 不是帶他去 漫畫家 自己去 自己去 然後看到編輯大人還罵他 為何你星期六還要上班 為何你不會在家人 就是那些事 他有吵咬 他有吵咬過編輯 但是我把重點放了他 對於將軍大人的愛 是啊 那一集是他唯一一集 表露到他很開心的一集 他貼 就是阿守野俊幫他畫膠布 成為了他的收藏品那個位置 都是很觸碰的 那個不是他第一次笑的那一幕 是啊 對阿守野俊說 我第一次看你笑的 帥哥 那一幕是挺有心的 幫他畫那兩隻東西 但是那一幕都帶出了一個 帶出了他的童年陰影 就是他一開始很開心 看到阿守野俊幫他畫了那兩個公仔 那後來 他就覺得 原來大家都對我好 都不是出自真心的 都純粹是禮貌式 還是不知道怎樣的 那他就懷疑 阿守野俊畫這兩個公仔 都是不是真心的 那跟著後來 就好像想疏遠了 守野俊 後來守野俊就抓住他 跟他說 就是說這件事 跟著他就說 不是我 我幫你畫 其實是真心幫你畫的 那你 什麼 我見你那時候這麼開心 那你是不是真心開心 那你是不是真心開心 然後兩個 有些情侶喊家 那你現在是不是愛我 那你不愛我 如果我不愛你 那你不愛我 那你不愛我 我覺得這一部是 就是他們兩個角色 向大家跨的這一部是很感動的 因為小駭狼這麼悲慘的過去 理論上應該防備很深重的 那想不到有一個人 是這麼無條件的接受你 愛惜你 向你走近 然後打開心飛去接受他 我覺得他都很感動 他都是因為這件事 之後開始接受一下 守野俊做家臣 這件事是窩心的 這一幕對於他們兩個的關係 是一個轉捏點來的 挺搞笑的 挺有趣的 你是不是想說說真人版和動畫版的分別 說一點點 因為 真人版的故事前段 其實跟動畫版差不多 都是那些故事 那去到中段就開始有點變了 因為 例如他有一幕 原本離家出走的那個動畫 那個故事沒有了 那就變了 是 呃 他是不是叫做 即是 沒有了 即是他也有個朋友 不過朋友就是 因為壓力太大很容易 就會有渴睡症 就突然就 睡了 就睡了 不是因為 你生了一個B出來 然後那個5歲突然變了15歲 即是類似 他帶出了一個家長 應該 即是 同時間要關乎 你家裡所有的 比較小的小朋友 就不要只集中看一個 就以為另一個 就已經大一個 不管他 他帶了這個訊息出來 那就 呃 那你就會看到 動畫版應該是 看完 真人版 之後 抽了他的故事之後 再捧身編排 所以你看到很多東西 其實還未出現 在動畫版上 所以很大機會 都是出第二季的 另外就是 就是 剛才所說的就是 真人版 那個小朋友 做的演員 其實我覺得他做得很好 他其實真的 我猜他真人都是 五六歲左右 我猜 十歲內 十歲內 雖然說真的 他的表情就沒有什麼表情 可以的 都是一個樣子 但是他真的做到那種 就是 我現在就是 要扮大人 我就 扮這個樣子 就是我大人的樣子 我不會好像 我不會表現到 小朋友天真無邪 很開心的樣子 我就是一個 大人和大人之間 相處的樣子 就是他做到那種效果 就 剛才所說的 動畫版 又比較偏 多了一點點 他很可愛的那邊 但是真人版 就相對沒有什麼 除了有其中一個章節 講到夢遊之外 那一幕是 是很特別 因為有一幕就是 原來 小太郎 有一個情況就是 他會突然間夢遊 夢遊的時候 他就會做回 真真正正的小太郎 那個年紀的做了一些事情 小太郎都知道 他就跟 手藝進說 如果你遇到這種情況 那個不是真實的我 你不要相信他 那個不是我 是假的 你不要 他對你有什麼要求 你什麼事都不要接受他 不要答應他 那個弱者的我 我是不會承認他的 就是 預先已經避了案 有一天 就是 半夜 小太郎就是 夢遊 然後 敲了手藝進去的門 然後 就抱著他 然後就在那裡 叫他 我不要一個人睡 我想要有人陪著我 真的 真是一個好小朋友 半夜 醒了 然後想找爸爸媽媽陪著睡 那一刻 你之前看了六七集 都是一個大人版的小太郎 突然看回正常版的 你那個反差很大 你覺得這個年輕人其實很可愛 那一刻就覺得這個年輕人其實很可愛 那幾個特別 真人版在這些處理上 還有其他幾個演員都不差 我覺得 特別是阿山門武香 很漂亮 我覺得他很漂亮 所以看到他搬走了 我真的覺得他很漂亮 不是開玩笑 不過我覺得新艾聖狗 都是做得很好 他都是老氣骨 但是 他的氣氛少了一點 但是他其他幾個鄰居 我會覺得他 揣摩的角色會比動畫版好一點 就是他們再生動一點 不如漫畫家是 真的做到那個 我又很頹 死小子 我又不是很忍心你自己上學 好吧 陪你去吧 那種這樣的心態 橫山穴 對 但是 一開始我看這個角色 我不是很喜歡 因為 他跟動畫那個 人不設定的樣子 很不同 他一開始第一眼看見他不像一個 麻花家 他像一個 像個飛仔 因為他沒有正義的飛仔 金頭髮 平常在街上 拿著煙 榴槤 在攝谷 玩 不做事 那些人 他們不是像一個 麻花家 所以我初初覺得 為什麼形象這麼大分別呢 但是後來因為他的戲份 做得回原本動畫那個 表達很多的東西 然後你就 開始無視了他的造型 嗯 所以我後期都 我都喜歡他的 你都會看到他做到很多 表達到他 怎樣慢慢 就是從真心裡面去 去很關心小太郎 還有他怎樣 他很多事情上面 都是從小太郎的角度去想 和出發 很多其他人去看小太郎的行為 會覺得 為什麼可以這樣 為什麼給小朋友這樣 怎樣 但是 他自己就會知道 小太郎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從他的角度出發 然後就覺得 沒有 他這樣做好 當然可以 那些他表達 他都做得挺好的 這方面 反而我覺得 他造型都還原得挺好的 一開始我又沒有覺得 他是 很飛仔 他的金頭認得我有些抗拒 我覺得他也是很頹 敲他門 他會打著哭怒 招著屁股 開門認理那些人 我覺得他做得挺好的 現實版 還有其他都OK 我沒有 後期他的集中也都放在三門武香 哪有一書 看到這張圖 哇 中間那就是三門武香 哪有一書 哪有一書 還要做公關小姐 對 那就是 不要說三門武香本身漂亮 如果你 撿兩個醜的排在旁邊 那中間沒有一定漂亮 我也好像想說 萬華家那句話 我將來 我有錢 我都指明他 大哥 他賭出了很多 很多觀眾的心聲 這句話 對 我想說 在這一幕 看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心想 哇 究竟他一個星期收到多少錢 雖然他經常都說 他小朋友不是用很多錢 不用用很多錢 但是 你可以去 你可以去 Night Club 是喔 指明 雖然你喝牛奶 不會喝很貴的酒 但是都貴的 你想想去這些場所 你當是普通坐在那裡喝一杯東西 開張桌 也不要說指明 也不少錢 換回港幣 你千多元下樓也走不掉 都還沒去過 都猜到大概 你還要指明 某一個賠酒 那 我覺得你五六千 真的差不多 那本奶未掙手 還有 故事本身不合理 在這一集來說 因為這些小朋友 本身應該是在外面 就被人禁止了進來 所以真人版就改了 真人版本燈就好 不是改了 真人版本身的設定 是他沒有進去的 因為是不讓他進去的 但是漫畫就是把他進去的 是 所以真人版就會比較合理 不知道為什麼 漫畫 他覺得漫畫沒有所謂 動畫 動畫也沒有所謂 反正動畫也沒有所謂 可能就無視了這個設定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動畫 在比較不合理的情況下 守夜震很爛 或是窮宣商走進去 很豪華的一場裡面那個維和感的衝突 張力會比較大一點嘛 反而是說他去了MakeCafe 這個動畫好像沒有 幾十萬日圓一個星期嗎 有說過多少錢嗎 幾十萬日圓是說進去夜店還是他的生活費 我印象中動畫好像沒有提到他有多少錢 我好像沒有提到多少錢 我也沒有印象是多少錢 所以我不知道Direct Show究竟這個項目是在說哪一樣 可能他去玩花了幾十萬 噢 叫了一支Domberion 還有JR版多了一些關於屋主夫婦的片段 純粹是搞笑的 而且他很厲害 他現在一人分析兩角 他跟一個人扮假公公和婆婆 好地方都很搞笑的 但是跟鬼祟故事基本上沒有關係 純搞笑過場而已 用來換磨一下而已 但是挺有趣的 是 真人版大概的分別 我還是覺得是這樣 我自己偏向喜歡真人版 如果看完兩個之後 我開頭是動畫的 不用想 但是不知為何慢慢就轉到真人版 反而是被真人版的表現力吸引了 我覺得動畫版表現出來的感覺有點 沒有這麼立體 反而看真人版之後 好像是全面一點 可能他的資訊就多了一點 他交代背景的東西是比較多了一點的 沒有動畫那麼少 可能動畫還沒放大 只不過還沒放大出來 但是看真人版就 你會知道多一些東西 那你就會整件事更加好像 我還沒看真人版給你這樣說 我會看一下 但是我應該 應該 因為我的焦點始終放在小太郎身上 我想真人版應該 無可匹敵地 會贏 即是不夠動畫版來的 我覺得小太郎的話 我原本都是這樣的想法 但是看了幾集之後 我就 不是這樣想了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跟我一樣 所以你可以試幾集 我原本跟另一模一樣 我覺得 找了一個小孩做 都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我好像跟你講過 還是跟其他主持講過 都不是那一回事 然後很不想看真人版 很抗拒 然後知道要做節目 這幾天都會這樣抗拒 但愈看愈看愈覺得 不是啊 這件事很好看 就是這樣 那我不知道 你看完之後會不會怎麼樣 那行動就是 不知道大家 如果有相關的東西 你也可以在留言板上跟我們聊 這個 最後我也想 討論一點點 就是 因為你看到 整個故事就是 因為在清水公寓發生 那 他 一去到 小太郎就是 不知道是不是日本人 都是這樣 會很喜歡 跟鄰居打招呼 對 關係都比較好 那 但是在香港 如果這件事發生 基本上發生不到 因為很少人會知道 鄰居做的是什麼 和認識鄰居 都是 特別是看你住什麼房子 如果新式的房子 就 更加 走廊好像商務酒店 基本上 都是見不到鄰居 有沒有住人 你都不知道 就算公屋 其實都是 都比較少 你說如果早30年 舊公屋 那些關係很好 可能潛雲山港 例處那些 是很好的 他們全部打開門 基本上不鎖門 隨意自己進去的地方 但是現在 很多都 基本上都是 關門 就算你講真的 你想想自己 我新搬屋 我都不會敲戒到 我剛剛搬來的 我沒有聽過 我真的沒有聽過 香港人是 文化不同 因為我媽媽的關係 所以其實我和 以前在香港的時候 同層的鄰居 都會打招呼 那你現在在英國 會不會 去到住的地方 開頭 會不會周圍和附近的鄰居 打招呼 或者說我新搬來的 那些 有 我和最近那兩夥人 我是有 有送 核朱古力給他們的 但是自此之後 其實我沒有見過 他們 吃完核朱古力之後 我就說 怎麼這樣給我吃 怎麼沒有 但是這樣的 如果 因為我住 公寓 大廈 其實呢 以我所知道 很多來到的香港人 如果是住 排屋 或者是 直接住 semi-detachment 的話 那是會 木輪關係 會更好 因為 大家住的地方 是 隔離鄰居 比較容易 會經常見到 其實大家看美劇 就知道 大家看美劇 很多時候 住 他們就是住house 不是住 semi-detachment 或者排屋 你看到他們很多時候都會出來 把握一下花園 那是會比較容易見到 隔離屋的人 還有他們會 那有時 他們會煮東西吃 拿個隔離屋 特地拿東西給他 所以 所以 其實跟香港 現在住大廈的 木輪關係 是有點不一樣的 所以 我覺得 可能 香港 過去 去那幾二十年的 木輪關係 真的 變化得很大 但是 其實 都看一看你自己 是不是主動 譬如我每一次 在電梯口 看到 同層的街坊 我一定會打招呼 我一定會先打招呼 而且 所以 你究竟 究竟 你想不想 不會一定 就是 木輪關係 一定要建立出來 正如你認識一個朋友 你都要 不是等人 是 我明白 但是 香港很多人 那個 取向 都會比較 不是你那種 當然 有 你那種會主動 找 看到 打招呼的人 但是 比例上 我覺得 不會的人 會佔大部分 現在 在現在的香港 我明白 所以 現在是變了 是啊 以前 我住公屋的年代 我住公屋的時代 那 好像你說的 因為熱 那 每個人都開門 只是拉鐵閘 因為我 有時候 住在 慈雲山 他跟我說 他那時候 每一戶都開門 開鐵閘 那些小朋友 都在那裡玩 然後 喜歡玩 去哪個家 去哪個家 不用問的 自己打通 好像自己的家 走去走去走去 到近這十年 已經沒有 歌仔唱了 大家都已經不會這樣做 你就會看到 那個倫理關係 是倒退的 其實沒有程度 是啊 所以這個也沒有辦法 但是 就是這樣 最後 我今天 其實在寫Fall的時候 是我今天才寫Fall 的時候 就 突然想起 這件事就是 在這件事裡面 他其實最主要想說 日本 那個 對兒童疏忽的問題 但是 我就想 對 家裡對兒童疏忽 導致到 小朋友可能有一些 很大的陰影 跟香港所比 反而是很多怪獸式 加上 太過寵了 小朋友 如果兩個 一定兩個 只可以選一個 就沒有中間說 怎樣 你覺得哪件事 對小朋友的 將來影響反而是更加大呢 其實我覺得是 兩個都大的 只不過是 向不同方面 如果去到小太郎 那麼極致 我覺得 現實應該不會有人 那麼懂 可能會覺得自己很不幸 為什麼 爸爸媽媽 生了之後 又會這樣對待我 我覺得 多數人應該會 用這個思路去 去生活 如果怪獸家長 就 都 起碼 小朋友的時段 是 無憂無慮的 但是 一決定了爸爸媽媽的照顧 之後 立刻面對其他人 甚至面對 同學 大學同學 或者 出來工作 那個衝擊才會來 發現 原來 那些人不是這樣 那些人不是這樣生活的 沒有人 幫我煲水 幫我鞋帶 穿衣服 所以 兩個管教方式 其實對小朋友的成長 都影響相當大 但是我覺得 會去到不同的 不同的 路 那些人 你覺得呢 基本上 同意阿樂的 看法 我沒有辦法 得出一個絕對的答案 但我基本上同意阿樂的看法 我自己 為何無端想起這件事 我當然沒有小朋友 但是因為工作的緣故 我過往十年接觸過 基本上不同種類的小朋友 都接觸過 那我自己就看到一件事就是 可能 當年 說的 疏忽照顧不是去到 好像小朋友那樣極致 就是父母家報 老母死了 剩下他一個人自己住 真的不是那樣極致 就是一般香港家庭 可能父母平時要上班 小朋友很多時候 一個人住在家 自然處女 那類 那我會覺得就是 如果是 純粹是一個疏忽照顧 嗯 他可能同年生有陰影 那這個不用說 但是同時間 你不看這件事的時候 也都有機會 令到這個小朋友 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他會迫著要獨立或者是 學會很多生活的技能 是 其實看小譚都知道的 你看到他又煮飯 又這樣又那樣 那 對他將來 即是如果很長遠看 對他將來來講 他可能性格會比較孤僻 但是 他在生活上 他不會有很大的問題 但是相反就是 如果遇到一些很寵 很寵愛小朋友的 貴手家長 什麼卡好差都不用他做 世界好像就轉 永遠被他覺得 世界圍著他轉 好像剛才阿諾所說的 就是 他童年的時候 就覺得好像世界 他擁有全世界 但是他離開了父母的時候 他快點出回社會 面對真正的世界的時候 他就發覺這個世界 為什麼不敢 他會適應不到 然後同時間 他根本都沒有生活技能 去應付 世界上面 他應該要面對的事情 變成他就會 很無奈地站在那裡 不不不不 其實怪獸家長 不一定會導致這個極限的後果 會容易走向那邊 而且我不確定 你說的是過度力外 過度力外 是不是就等於怪獸家長 我概念下 那些怪獸家長 可能是逼他什麼差都要學 我講的怪獸家長 就是什麼都幫他預備 但是什麼都幫他準備 就是可能連吃飯都 連口都 連他抹大口 都不用做 就為了 當他神那樣 像皇帝那樣去招呼他 其實就是過度力外 和疏忽照顧之間的比較 是啊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我覺得很難 很難有答案的 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以前遇過幾個學生 很搞笑的 他來學樂器 本身他不是我的學生 因為他來排樂隊 我當時做指揮 他學那個樂器很大件 基本上高過他的人 他是搬不到的 他有工人跟著 每次來工人 就會幫他開架 然後把琴放上去 我覺得是合理的 因為小朋友真的搬不到 大到 我覺得是合理的 正常就是 搬完琴 然後就去 開個抱架 然後在豬包裏 拿著抱架 放在抱架上 然後坐下來就彈 幾個步驟 工人搬完琴之後 我看著他 可以搬不到 很合理 然後我就看到 他就會跟工人說 叫工人幫他 拿著豬包裏 拿著抱架出來 放在抱架上 然後我看完之後 就開始覺得 什麼事啊 然後我突然間就觸動到我 照顧得太周到 然後我就罵那個嶺妹 我跟著就跟工人說 從此之後 你不准幫他搬東西 你只可以把琴放在架上 那個架都要他自己搬 我就開始逼那個嶺妹 除了搬最重的琴之外 所有事情都要自己做 那我就問 為什麼可以令到一個小朋友 連覺得這麼基本的事情都不做呢 那家裡到底是怎麼對他的呢 那這些將來 如果他還是這樣放進去 他將來怎麼辦呢 他真的覺得什麼事情 那些人身邊都要幫他做完 所有事情 他不是做不到的 這麼基本的 只不過是拿一份抱出來 放在架上 那我就覺得 啊 如果外面還有一些 再極致會是怎樣 那令到我突然想起 這件事對小朋友的影響大些 還是 可能因為工作緣貫 而疏忽了 照顧小朋友的情況 會令小朋友的影響會大些呢 我突然會突然突然有這個話題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項目 其實導致的影響 如果 用你這種最後 講的 長遠的成長來講 似乎過度的外 是嚴重一點的 但是你不要忘記 因為如果 他疏忽照顧到 好像小太郎這種極致的話 根本的疏忽照顧的後果 是導致死亡 對 所以我不是說 不要用小太郎那這麼極致的疏忽照顧 因為香港一般 我們認為 可能只不過是 爸爸媽媽可能 下午或者 上午的時候 會出去做事 很多小朋友 一個人自己的家 或者只不過是找一個 一個人 只看著他 或者有個 媽媽這樣看著他 那沒有人特意去教他 或者怎樣的 可能有很多時候 那些很 一般 正常小朋友 不用做的事都 可能他都要做 可能幫忙洗碗 煮飯 或者什麼 那些東西 我類似是那類的 在香港 一般的所謂 兒童所分 就不是好像 小太郎太極致了 如果用你這個切入點的話 其實你會有答案的 因為你是預設了 這樣獨立系 對將來獨立系會好些 我有答案 我只想看看你們的答案 怎麼看 有個想法 有聽眾都說你越來越小聲 越來越小聲 我說沒有對準的麥克風 但我有個想法 就是如果對於一個人獨立來說 我覺得單親的環境 是最容易令一個人 怎樣學會獨立 和我照顧自己 就是以我的觀察 或者自身經歷 那你單親 你只剩下爸爸或者媽媽 是最冷靜的 那他通常都是要出去做事 不是很空閒去照顧你的生活 或者甚至乎去某些人生的抉擇 那你通常都要被迫 用自己去解決自己的面對 這樣我覺得是 對 最容易驅導一個人 學會獨立或者照顧自己 但我覺得都是 當然不是說單親是好 我覺得是爸爸媽媽是齊全 在你身邊照顧你 都是一個好的Parenting才是最好的 沒有關係的 你那個assumption就是 爸爸媽媽會照顧你 如果我這份檔不是單親 爸爸媽媽在這裡 而兩個人都是想要上班去忙 其實跟你單親是無分別的 所以我再想說 最不好的就是放養 放養是 即是現在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接觸他 那些小朋友 現在年輕一點的爸爸媽媽 就好像剛才冰芝一樣說 我平時都要上班 等等就不叫你那個小朋友 星期六天出街帶那個小朋友 任由他亂跑的 但叫都叫不停的 我覺得最壞就是這種 比怪獸家長 每次拿著手 穿衣服綁著鞋子 但我覺得最差就是放養 不懂得教小朋友 令到他可以亂跑 亂叫 不是這個 放養其實在外國很多人 都會用這個方法 就是我讓他自由發揮 我不許什麼都管著他 我讓他自己接觸這個世界 當然他當時過了位 他會停止他 這些才叫放養的教育 就不是你 你所說那些是不懂教的 不理他 香港是偏向不懂教 如果回到香港 你用放養這個詞 就好像將他等同了 其實是兩件事 放養是一個最有開放式的教育方法 但他沒有等於你剛才形容那些 你剛才形容 或者見到星期六天 那些小朋友亂跑亂叫 那些不是放養出來的人 等於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那時有個節目介紹 有個媽媽很喜歡行山 很喜歡大自然 他教到女兒每次有假期 都是跟女兒去爬山 所以女兒大了之後 就會很喜歡大自然 他不會很喜歡沉迷 打遊戲 上網 這個生活都是一種放養的教育 他帶著他周生走 你剛才所說的 只不過是不懂教產生的小朋友 還有不理 有得他自由自在 總之就有飯吃 那些根本就是不想教 我平時上班很辛苦 但我懂得六天 我扔下你去玩 我自己很適合 他的心態其實是出於自己 我想自己舒服些 他根本沒有想放很多時間去教小朋友 他順道整件事是出於這樣 他不懂教或者不想浪費時間去教 不想對這件事負很大責任 所以形成了一個這樣的情況出現 類似是這樣 但回應你剛才 我覺得單親和不單親 是沒有一個好 絕對因為單親 所以令他人會獨立 就算雙親在這裏 你如果都是大家掛著忙的 那跟單親 他因為要上班 丟下這個小朋友 自己去生活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一件事 他一樣可以因為 爸爸媽媽掛著上班 要經常都要自己在一個人生活 而學識獨立 都是會發生到 不是因為單親 才會容易發生這件事 只要爸爸媽媽掛著做事 你無事大一個沒有 放多時間下去 就已經可以發生這件事了 都可以這樣說 看時間的分配 是啊 看你放了多少時間 香港不是很多人可以 一個人上班賺夠錢 而你一個人不用做 在家裏養兒子 有多少人可以做到 Aman將來有家庭 就能做到 我們做不到 Aman可以兩個人在家裏 不用做事 那兩個家裏都要做事 Aman都要做事 在家裏 這樣吧 是啊 好 萬敬有沒有其他人想說 就住 就住 怎樣養仔我 我沒有特別 我同意 剛才聽眾提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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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的一個項目就是 疏忽照顧兒童 會令到他們入同黨多 不要太過正面 將這件事想到 即使 即使 跟怪獸家長去比較都好 他有機會導致他更加堅強和獨立 但這個只是其中一個可能性 是啊 是啊 其實你只不過是給了一個機會 他學獨立 但同時間 你就算幾沒有時間 你都要有空 就要去灌輸一些對的思想 給他 或者去了解一下他現在究竟在想什麼 即使我完全不理 那就會發生到我們 好像之前我們做的那套 另一個集節目裡面講的那幫同黨 其實是危險的 很多 可能未去到這麼差 但是 你永遠想不到 你看很多案件 你都想不到 其實 年輕人可以引發出來的案件 是你想像不到 後果這麼嚴重 因為他們不會想後果 他們沒有想 他們對後果這件事 沒有這麼想得 這麼仔細 其實我覺得 所以做完都不害怕 少這麼困難 經常都有一種感覺 後果對他們來說好像沒有關係 所以家長更加要 在思想上面 就算在時間上分配不到 但是你要多些思想跟他們溝通 才會比較好一點 今集就差不多了 我們由小太郎一路講到一些 家庭嫁到問題的事情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Netflix 看那十集的動畫 去真人版Netflix都有的 有齊太 我們剛才也說過有機會是第二輯 第二輯我們講的是 因為動畫很大機會有第二輯 真人版本應該沒有 因為他基本上要說話都說不定 期待 大家去看看 如果有時間看看兩個 不怕重複 因為裡面有很多東西是不同的 你看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 好像雙倍看那兩件事 可以看完之後 在我們的Facebook 留言 看看你喜歡哪一個版本 或者跟我們剛才討論過的一些話題 你有沒有特別的意見 都可以在留言裡跟我們聊聊天 我們都會看見 都會回覆一下 是的 有些東西要補充一下 這個時候當然就是假公祭司的時候 之前 我不知道有多少聽眾知道 我接下來書展就會出一本 關於港曼研究的書 叫做漢健港曼 我剛才去看電影之前 我和編輯有談過 我們應該會有 可以分享到一個連結 或者QR Code出來 就直接去給大家 有一個early birth的預訂 之前有網友問過我 那外國怎樣 那條連結是包括了 可以在外國預訂的 那他們會直接寄給你的 那就不用花很多很複雜的想法 究竟我要怎樣買 究竟會不會到我手 然後再寄給你很煩 或者等很久 總之 如果是到時那個link出現了 就是訂書那個link出現了 大家可以透過early birth的方法 去那裡直接訂書 那他們就會直接寄到你們的虎上 包括如果你是在外國的 那假如你是原來我的聽眾 你是在英國的 那我們就比較容易有機會 約到在英國幫你畫一本書 那所以沒有太大的難度 那另外我也會準備搞一個新書的分享會 以及之後我可以直接搞一個讀書會 跟大家一起分享更加細節 在這本書裡面一些比較嚴肅的內容 那這本書其實是 就是坦白說 就是都準備了很多很多年 其實我準備了出很多次 如果你問兵之可能有些印象 其實我有想過叫每一個人都交一篇文出來 然後我們用洞肺的名義出一本書 是很久都 但是最後不成功 最後我自己寫了一本書出來 那所以裡面有若干的題目 到最後我都是想希望這個 topic 或者我的焦點是放在我對過往廣漫的研究 以及怎樣看港漫將來的發展 應該有些什麼新的方向 當然有些可能在大家作和的聽眾都聽了很多次 有些內容是可能你會聽過 有些內容甚至乎我是在洞肺的節目裡面折錄出來的 但是也都有超過一半以上的內容是全新的 就是用一種暫新的方法去理解或者去研究香港漫畫 那都是坊間好像沒試過這樣去理解 或者這樣去看港漫的一個研究方式 所以都有它的價值在裡面 最少在我的角度 就是這樣 每本原價它就98元 我不知道它early birth可以給到什麼價錢 因為都是今早才談到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那到時我們會share在這個 如果我參與的節目 我每一次都會繼續假公祭司的了 就是這樣 我們昨天咬借的時候都幫你宣傳了一次的了 是 我們說你會搞個網上簽名會 就拍著你簽名 我簽在我自己的screen上 然後就說不如搞電子簽名 然後就當成NSC 總之有一個人join就罰差一次 網上要賣賣之後自己編輯就引到自己本書上 這樣 就是這樣說 我期望自己有機會回來香港 但是還是那句你要我簽名在本書上 你先要買一本書 其實我有想過其他方法 不過我想 等我想通了 怎樣可以令到這件事行得通 我再跟大家分享 Kelfer問 那美多怎樣買啊 就是 就是 就是在他們的網站上買就會寄到去你家的 就是這樣 就有些人想要大家的簽名版 那你跟Rita說 是嗎 就是他另外收回 我們會另外收回你的錢 那意思 我們決定收費怎樣收 就是 在98元前面加多個位 那個位是什麼呢 就紮色仔決定 那你紮了誰 那如果你紮到 譬如是 變成 600 98 那最少都要畫一個公仔 或者是純印 當然 神經病 當然不是拿六面式 我們玩一瓶瓶 拿回二面式 十五面式 那些玩 Derek Sooman 有沒有電子版 我不太知道 因為其實 有沒有電子版 很視乎市場需求的 很坦白地說 這一本只不過是 就是我一個不太出名的人 的第一本書 所以呢 電子版的需求應該是小的 會不會在 Book Dispostery 買得到 應該是不會的 因為你知道 非凡背後就是三中箱 它自己有自己的發行網絡 所以是未必有機會可以在 Book Dispostery 買得到的 是的 我也是那句 每一次我都會重複多一次的 如果你們是因為 非凡背後的集團理由 不用特別給我面子 是的 這本書 我是想在香港 慢慢研究到留一個紀錄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 在這個位置上面 看那些文章的話 那就不妨買 但是如果背後還有其他原因的話 千萬不要特別給我面子 就是這樣的 我想問一個問題 這本書展出的 預計是嗎 是的 到時在書展哪個攤位 非凡的攤位 非凡或者中華 非凡其實 其實就是中華的其中一條 來的 所以你看到在香港會出 跟港幻相關的書 譬如之前 黎明凱那本 什麼功夫沒有漫畫 口術歷史 馬Sir那本《風雲露》 還有范永聰那本《我們都是這樣看港幻掌大》 都是其實 不是中華就是非凡的了 到時去到書展想找 你本書就去中華的攤位 應該 是的 但是 Anyway 那 Nixon說 不如每個主持都有個價 你可以叫讀者穩定特定主持簽名 可以的 你們肯付錢的話 我沒什麼所謂 所以 多是摘色 我們就摘錄金色 Victor就二十面色 即是如果那些錢 是落到洞廢袋的話 其實我是 其實是無所謂的 我們都是交給天 都是摘色 是的 大致是這樣 那 繼續 因為還有一個月左右 有一本書就會出 所以我猜 中間我繼續 都會有些東西想 或者可以更新到大家 是的 我們剛才咬借都說了 當你訂了那個網上發佈會 什麼時候 我們就會 在節目裡再說給大家知道 是的 大約是這樣 還有我都會繼續假公祭司 在洞廢的所有 page 社交媒體上做宣傳 那 William問 剛剛開始聽 所以幾多頁左右 包括什麼年代 這本書 我見過排版是排到二百頁的 那我十萬字左右 就包括什麼年代 其實我不是寫到很遠的 那當然有一篇文是講到 有一兩篇文是講到關於九十年代的 有一篇文是遠一點的 但是大部分都是講近年 近這二十年 就是我主打都是近這二十年 因為這本書 其實我是想講 香港漫畫的優點 就是用文本的角度去講 優點、缺點 然後跟世界的比較 然後現在的狀況 和將來可以怎樣走 就是我的切入點 不是純粹是講 漫畫這麼簡單的 想講漫畫界 怎樣可以 所以你看到 副題我們會再斟酌 因為有些老土 就是淺談香港漫畫露響 我們可能 編輯說可能會改的 那看一下怎樣可以 令到大家覺得這個 topic 是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 香港講漫 其實我寫的時間 那個時段已經開始滑落 但是怎樣走入低谷之後 將來可以看得見更加好的前景 那個未必再是期刊港漫 在我的角度不再是期刊港漫 所以是會另外一種港漫 差不多 是嗎 是啊 你賣完廣告我們就打算完 不是 其實廣告會繼續賣的 所以可以再找其他方法 譬如大家在Facebook上問 我們也會答得到你的 等其他主持可以下班回去睡覺 好了 今晚的節目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些 那些歸萬幾本書 就可以直接在我們Facebook上留言問 他會回答的 或者是透過很多不同的途徑 MIV 總之找到我們的方法的地方 都可以的 我們看到就會 再給予五萬幾 他就會回答你 那如果真的想要主持的簽名 你到時買完書 就拿著一本書 戴上粒色過來找我們簽名 就可以計價錢 不是 粒色當然是我們準備 大哥 他待會兒帶一粒六面色上來就虧搶 四面都 五面都白的 那怎麼辦 我們到哪一粒都很窄的 那你自己想想 你找些排狗 找些排狗 只有9點 10點 11點 12點 抽到哪隻就是哪隻 讓他上來抽 好啊 好 今晚的節目是這裡 那麼多 那下個禮拜 說什麼我忘記了 留意我們節目 預告公告的地方 那下個禮拜見 拜拜 拜拜 拜拜